遍就今召成佛曲 乐邦化足以闲持 欧弥陀佛的闲持 哪看更欲知乎者 知乎者就还在犹豫 管取轮回莫了时 那你在犹豫的话 如果回落会不会不完 对不对 那么这个在劝勉你 前面其实法在第一词的讲完 现在就是一些劝勉 但第一段文都是用意象 原福片十方是极乐世界 山光水色四空何空 近大地是青态不相 花笑鸟蹄 如镜照镜 知识不归归辩德 无焉景有谁争 黄金必昼夜长垂 那么这句说是什么呢 是 世心念佛 世心做佛 世心做佛时 世心清静 世心清静时 心静及国土静 所以片十方 是极乐世界 那么像山光水色 不过就是 什么样 不过就是我 清静心投影出来 如空何空 我们的世界也是我们投影 但我们不把它当作空 我们把它当使用 所以 与一切无声中望见生灭 上帝死不是这样讲吗 对不对 那现在就是跟你讲 现在连若了之空 那么的 世空何空 那这样的近大地 好好好坏坏 有台风没台风 都是青态故乡 有没有什么暖化不暖化 通通是花笑鸟提 无非就是如尽照尽 知识不归归辩德 身体不必来去 心也不必生灭 当下即是归途 不过呢 总是很难 怎么办 五福烟井有谁争 这没有人跟你争 对不对 可是呢 我们还是没办法这样 那怎么办 转一个念 黄金碧昼夜常随 为许行人独尾 就是 阿弥陀佛那个碧 生下来 在接予你 接予你的十节 对不对 臣佛以来 于今十节 十节 那么垂下来 那谁能去呢 为许行人独尾 独尾就是 你单独能够去 能够受委托 能够接受 被委就接受了 单独去接受 谁啊 你能够信愿行的人 知道吧 所以 阿弥陀佛的法文 最直截了当 过去有修没修 现在你要修就成功 那么呢 白玉毫 古今不昧 白玉毫 又出现一次 白玉毫 阿弥陀佛的 白毫相光 能够照射一切众生 令众生身心柔软 是怎么样 古今不昧 从成佛以来 于今十节 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那么呢 谁能够接受 他的白玉毫光所射呢 愿者成当 有愿的人 你就能接受 所以到啊 万法为心光 朱元为性小 本无迷雾人 只要见热疗 你要呢 通声放下 一念倒归 欧弥陀佛 万元放下 倒归欧弥陀佛 那欧弥陀佛 即是我心 我心即是欧弥陀佛 等一下会讲到 这个时候 万法是心光了 所见的万法 都是心中 自信的光明所现 当然也是欧弥陀佛加持 会记得 欧弥陀佛加持 我们比禅宗 还要多一个力量 那就是欧弥陀佛直接加持 这样知道吗 也有自己的力量 那么 但是欧弥陀佛直接加持 所以 朱元为性小 所以这样讲起来 本来 迷语物 总是 不离佛性 所以本无迷雾人 只要你当下了 了 了则头头是道 那就是 不离佛 了了 也就没有迷雾了 说是悟 急不重 说悟也不必讲了 悟是对迷说的 现在你已经悟了 你已经不迷了 那就不要讲悟了 所以只要今日 今日 诸位啊 今夜 只要你把话听进去 笃定一辈子念 阿弥陀佛 咬死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佛号绝对不放 那么 你就能够 成就净土方案的 最大利益 习近现前众等 细念第二十佛事 且了这一句 如何举扬啊 大家呢 在今天细念佛 第二十佛 这个 细念佛事 那么呢 我们呢 要怎样子 来提起我们的正念 意念极乐世界 流离池上 玄明月 寒碳花间 细水琴 咱们 咱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